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 我是章麒麟 马上带您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面对限电危机 商业院提全电能源解决方案 退出中国星巴克经营 统一统一超 今年股价再重挫 远传新手勾勾肉 打造台湾第一个 太阳能电池交换站 台湾女星负责人逼近50万人 来关心金融股市 美国科技股有卖压 加上本周苹果 特斯拉将公布财报 导致台湾大型电子股 呈现观望态势 台股陷入月线保卫战 再加上台湾面对双台夹击 影响台股今天走势披落 早盘一度下跌超过50点 十六大类股当中 紧造指光电和半导体的表现 较为亮眼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被设为最能决定科技股后市走向的苹果 特斯拉财报相继在本周发布 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苹果 迄今尚未公布发表iPhone8的确实上市时间 因此市场相当关注 苹果是否将借由发布财报的同时 申布新机上市时间 特斯拉虽然并不是纯科技股 但因为它所生产的电动车配备大量电子兵件 科技含量相当高 第二季财报与展望也同样受到投资人高度矩目 香港首富李嘉诚最初托香港资产 合计电讯香港30号晚间公告 将以144.97亿港元价格 出售所持有的过往电讯业务全部权益 只是李嘉诚继去年出售上海浦东地标 陆家嘴设计会广场以来 再度大手笔出清中方产业 前到五年IC设计厂威胜对华硕与其子公司翔硕 因USB3.0的专利而起得诉讼纠纷 当初威胜求偿金额高达41.37亿元 今天划下句点 双方宣布以友好解决所有在台湾与美国进行中的纷争 合约并获及至双方公司的关系企业及此公司 包含无数电子及详绰科技 据今晚会统计 今年第二季整体博银对中国库显金额为1兆6564亿元 将上计增加1204亿元 创禁流季最高 显示国营对中破险出现回升迹象 今晚会表示对于中国破险已经受有一套管理机制 破险金额不得超过禁止一倍 第二季为0.52倍 在合理范围内 国营中国分行今年获利衰退 很大原因是受到汇率波动而产生汇损 使得盈云相对减少并非被倒债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力报道 高通刷架竞争场势研发科法说 Q3展望受到关注 更多信息马上回来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异菌透气除臭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您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相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Discover台南 The capital of culture and food in Taiwan It's full of rich history And stunning natural scenery Taste authentic cuisine And uncover all kinds of delicious local eats Bring home one of a kind souvenirs 台南 welcomes you 达新养生烘焙 严选台湾在地优质农产品 专业烘焙 食品加工 各式点心 多样选择 健康无敷 轻松享受 美味无负担 客制花加工 定做最天然养生的好味道 创新 用心 深得宁心 达新养生烘焙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半导体重要信息 联发科今天举办线上法说会 并由共同执行长蔡立行亲自主持 不过近期联发科营运展望 多空交战 经济对手高通下调中阶手机晶片价格 此外联发科也展开与博通的专利权送送 今天法说会的营运展望 受到外界高度期待 国内IC设计大厂联发科 六月股东会上正式宣告 进入双菜时代 积极破坏未来营运成长蓝图 7月31号法说会 共同执行长蔡立行将首度亲自主持 联发科主力产品Helio X30 主打高效能低温设计市场颇受好评 不过如今高通八核心中阶手机晶片 售价下坎至10美元 让联发科营运莽次再倍 下半年联发科新主力产品 12奈米P系列 以及四驱入门级产品 都被视为稳住毛利率 夺回市占的重要关键 联发科今年第二季 营收580.78亿元 激增3.56% 但手机晶片本业营运动能 短时间内难以快速复苏下 市场预期第三季营运恐怕忘记不忘 预估营收增加5%到10% 此外前首席行销长罗德尼斯 确定离职 共同营运长朱尚祖传出转任顾问 策略布局人事调整进度 都需要蔡立行对外说分明 更重要的至少同样的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寻找新的成长的机会 新的成长的业务 联发科近一周股价上涨7% 从253.50元来到270元上下 现见法人依旧持乐观态度 联发科5月在北京法院 状告美国金片厂博通 侵犯5项专利 索赔5000万元人民币 后续包括组织调整 营运策略都是法术会的重要焦点 新台记事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航卓社全球观光热潮带动一兆机程进入投资 国英估计20年之内观光业将成长2.5倍 金融时报为了避免受罚 中国苹果下架三强VPNAPP 苹果最为审查遭批判 华尔街贴报 三星首度几下英特尔 成为全球第一大晶片制造龙头 日本经济新闻 太空火箭发射失败 发动机紧急停机 老字号挖场的坚持 根流台湾支出国际竞争力 更多讯息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光可以更自由 情境变换随心定义 光可以更方便 行动APP一直掌控 光可以更健康 智慧感测人性调整 以无限代替有限 以无限创造无限 无限空间 无限想象 AVI 智慧感测人性调整 Life Unlocked 欢迎回来 在早期60年代 光是彰化社头就供应了全台超过7成的袜子产量 也因此让彰化社头拥有袜子王国的美名 随着时代变迁 尽管有多数织袜产业外移 不过也有织袜厂选择根流台湾 转型经营品牌 成功进军国际市场 带您看到台湾业者近50年的坚持与创新 全台有7成袜子来自彰化社头 在60年代 也是台湾织袜产业的重券 更有袜子王国的称号 今晚时代变迁 多数产业外移 这家近50年老字号的织袜厂 因应国际市场需求 这袜机24小时生产从没停过 上百台湿袜机同步运转 支出真制产品最原始的白色面貌 一旁还有人工检查 从第一道生产线就严格把关 接着进入半自动化生产 将脚底缝合 以及两脚丝袜结合成一双 或是为丝袜点缀 缝上蕾丝 一针一线 要求精准 一双半透明的裤袜 造型简单 却是40多年来的智慧结晶 它本身是网状之法 所以比较透气 也比较耐勾 勾到定型比较不会破掉 号称耐勾耐磨 就是这种材质是做的 DCY双包纱的方法 编织而成的 张化社头 是台湾唯一的袜子聚落 全乡四万多人 就有一万五千人 从事制袜业 约有三百多家工厂 在过去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 为台湾带来巨额的外汇 民国七十八年曾创下 一百亿产值佳机 但随着世代变迁 工资上涨 不仅气等产业结构逐渐改变 商化社头引以为傲的 织化产业 也面临激烈的竞争与考验 办法经营四十几年 最重要的是重视品质 那公司不一样地方 就是把品质的要求摆定 然后专为女性设计 他们时尚留情的款式 很多人出去 大部分都被打回来 那这边跟由台湾有好处的话 看得到也比较安心 那培训台湾的人才 也比较有意义 银河潮流 货袜不再只是穿的需求 更多了舒适与机能性 那这边的仪器是蛮精密的 业者引进瑞士 制造测量压力的电子仪器 根据数值 支出符合人体工学的压力货袜 也使用日本进口沙线 将台湾制造优质化 专注研发 也获得多项诸容 包括MIT为小产品 台湾精选入选证书 国家产业创新奖 地方产业创新引擎典奖等肯定 老字号织袜厂 成功打响品牌 行销国际 树立彰化社头织袜产业典范 活络在地产业发展 开创织袜产业的新聚落 带您看到明天8月1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南亚科技新总部落成 日、韩、台、陆媒 7月PMI公布 日本比特币赞同交易 国内油资调涨 2.5元油票走路律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